2018年4月4日 注定是中美关系史上又一重要历史节点 特朗普政府率先扣动了班机 宣布对原产于中国价值为500亿美元的 1300余种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 10个小时之后 我果果断回击 对美国的大豆、汽车、化工品等14类106项商品 加征25%的关税 涉及美国对华出口的数额也是500亿美元 同时 我国财政部、商务部同时发声 明确表示中国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 中国会继续保持同等力度同等规模的回击 就在上个月 特朗普就曾放狂言称贸易战好打又一赢 也许对于欧盟、日本这些盟友国家来说 的确奏效 但这一次他无疑选错了对象 据最新消息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会见美国国务卿沙利文 要求美方及早停止对华301调查 通过对华协商的方式同中方解决有关分歧 美国迅速表示有控制事态扩大的意愿 特朗普在推特上的表态更是简单直白 明确表示没有跟中国打贸易战 中美贸易战都让美国前几任蠢蛋给打输了 暗示自己不会重蹈覆辙 剧情反转之快 让人始料未及 不得不说 我们的强硬精准回击 打着了特朗普的痛处 美国国内更是民怨沸腾 忧心忡忡 这一轮交锋 可以说是出战告捷 如果这位生意人还要继续任性下去 恐怕连任总统的票仓将被自己清扫 特朗普发动对华贸易战的第一天 波音股价就暴跌了5% 而在中国商务部的加税清单出炉当天 波音公司股价在盘前一度又暴跌了6% 而波音公司背后的财团 可是特朗普的重要支持者 中国几乎买走了美国大豆出口总量的62% 这样的反制对美国农产品出口的打击 无疑是巨大的 而这些产大豆的美国中部农业州 正是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 同时 我国对美国汽车发起增加关税的措施 对汽车工业发达的密歇根州来说 同样是不可承受之重 而这也是特朗普竞选的又一票仓 特朗普政府想减少贸易逆差 这个愿望没有错 全球自由贸易的法则是公平自由 不是抢买抢卖 按特朗普现在这种不讲规则的玩法和抢劫又有什么区别 贸易战没有赢家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道理 如果要写拼到底 后果恐怕连每一个美国普通民众都承受不起 在去年美国从中国进口的商品中 有近一半是美国普通家庭日常必需品 如手机 玩具 家具 服装和鞋子 对这些商品加征 关税将直接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钱包受损 而其他的主要是计算机机械和工业用品之类 一旦美国的相关企业失去这些重要制品 高额的成本将缺弱他们的全球竞争力 数十万美国人可能下岗 但对于我们来说 美国核心科技的对华出口长期处于封锁状态 出口到国内的绝大部分无非是农副业产品 以及一些低端的工业产品 失去美国这一进口来源 也很容易找到其他替代国 如今 俄罗斯 巴西 阿根廷等国已经开始摩拳擦掌 网造舆论 做好大规模进军中国市场的准备了 特朗普的这种敲诈了所做法 无非就是想打断中国制造2025计划 迟致我们走向父亲的步伐 对于我们而言 没法躲 也不能躲 对此我方的表态旗帜鲜明 寸土不让 并且我们也有这样的底气 能力和决心同美国人斗到底 也只有打痛美国 让特朗普之难而退 让接下来无论是特朗普或其他美国总统 再不敢和中国打贸易战 让世界其他国家更不敢再在这一问题玩火 更要让全世界都知道 只有和中国合作 才能得利 不过以特朗普的性格 想让他认出还没那么容易 如果不碰得头破血流 他是不会认清现实的 接下来的动作 我们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